相信每一個家長都會亡子成龍 而因為這四個字 令香港流行了一個新的稱號 怪獸家長 他們明明是為了子女好 想他們周身都將將來 為什麼到最後都是弄巧反絕呢 我們一起看看 無論是教育局或者幼稚園 大家都積極令到家長以及社會大眾 明白幼稚園階段兒童的成長需要 其實除了兒童是需要上課學習之外 家長都需要學習 究竟為什麼呢 曾經有報道指出 有家長陪伴小朋友做專題研習到深夜 這樣是不是健康的呢 我們大人夜睡都對身體不好 更何況是小朋友 還有一些家長以為親子活動 就只是陪伴小朋友做功課 這種想法絕對不正確 其實最佳的親子活動 就是一起看書 但不一定是參考書 還有多些跟小朋友玩 令他們可以在遊戲中學習 因為小朋友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校裡學習 家長可以主動跟學校溝通 多留意子女的情況 同時家長也應該多些參與 由家長教師會 以及學校舉辦的講座 和小朋友一起成長 為培育香港新一代 共同努力 沒錯,家長應該多些跟老師溝通 讓小朋友按照他們的興趣去學習 請教師… 好友好… 好友好… 救命…